在屏東長治鄉公所的行政區域圖 居然把這人口數數錯了三百五十人 而且一錯就是好幾十年 實際上網站一查 因為這邊長治鄉將近有三萬五千人的人口 居然十幾年來都沒有人更改這個錯誤 不可憐了 因為戶數就比人口還要少了 戶數這麼多了 民眾看得覺得奇怪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 原來是屏東長治鄉 人口數居然只有三百五十人 是怎麼會這樣 那是組行政室的 叫行政室過來 那不是民政客嗎 這個不是我負責的 你不要找我 他怎麼會請你上來 那所以到底是誰負責 到底是民政客還行政客 民政客和行政客長閃閃躲躲 拔腿就跑 每天上班的公務單位 把長治鄉人口數錯寫成三百五十人 卻沒有半個公務員關心這件事 不管是牌面上顯示的三百五十人 還是五百三十人 還是三十五人 都跟實際上的三萬多人 相差的非常多 長治鄉真的只有三百五十人嗎 不過屏東長治鄉公所網站上的資料 到九十九年底 人口數明明寫著三萬零九百四十四人 那剩下的三萬多人到底跑哪去了 可能也有錯誤 應該是錯誤啦 人口數不只這麼多 是三 我們現在已經三萬多人了嘛 不止立牌上的人口數 從三萬多銳減到百位數 立牌用面紙一擦 面紙上也瞬間沾滿了灰塵 看來如果想用區域圖 來認識長治鄉 恐怕會錯誤擺出 專心無量交易協會文 屏東報導